提及民国时期的爱情,总是离不开陆小曼、林徽英以及徐志摩的名字。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早已烟消云散,留下来的唯有爱恋和传奇。然而在他们的背后,王庚的名字却显为人知。他作为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西点少将。在陷入陆小曼和徐志摩的三角恋中时,选择了放手成全。也许他还留恋陆小曼,两人分开之后王庚终身未娶。 王庚出生在1895年,祖上是书香门帝世代为官,王庚也是一位谦谦公子。王庚自幼保读诗书和兵法,长辈们对他的评价是爱读书、明示礼、通人情。在自己14岁的时候,王庚就考取了清华留美学堂。之后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。1918年时以12名的好成绩,毕业于世界名校西点军校。 这在当时人才匮乏的中国,王庚可以说是顶尖人才了。归国后的他以学霸的身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。 王庚以外交官翻译的身份,跟随顾维军参加了巴黎河谈。 王庚作为喝过洋墨水的学霸,不光精通多国语言。而且长得一表人才,就连梁启超也主动收他为弟子。 后来王庚担任了航空局委员,两年后成为陆军少将。年少成名,学富武车,青年才俊,这些词用来信任这位西点少将再合适不过。 然而提及王庚的情感生活,却充满了崎岖和坎坷,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才女陆小曼。 但是偏偏是人眼中前途无量的王庚,陆小曼却对他弃之如碧履。 王庚与陆小曼结婚的时候,王庚当时28岁而交妻却只有19岁。 王庚这个年龄正处在自己事业的上升期,及其注重事业的他难免会忽略陆小曼的感受。 王庚先是婉拒清华大学校长的职务,后来决定北上参与修筑铁路。 当时的陆小曼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,需要丈夫的浪漫和陪伴。 但这恰切却是王庚最无能为力的事情。 因为两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差异,婚后的生活难免会有矛盾和摩擦。 陆小曼来到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后,因为受不了严寒再加上王庚忙于工作。 两人之间争吵不断,对于陆小曼来说。 这段婚姻带给他的和想象中的相去甚远,面对丈夫的笨嘴捉舌陆小曼生气不已。 然而就在两个冷战的时候,大才子徐志摩出现在了陆小曼的生活中。 之后的故事众人都知道了,陆小曼和徐志摩两个人狼残女貌。 王庚卷入到了一场三角链之中。 当王庚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,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,想要再挽回陆小曼已经不可能了。 王庚作为一个有担当的男人,他知道在爱情中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 因此他选择了潇洒放手,成全了陆小曼和徐志摩之间的爱情传奇。 但是小编觉得,王庚对陆小曼的爱是刻骨铭心的,是一种一生一世始至不已的忠贞。 即使后来陆小曼饱受非议,但王庚却从来没有说过半个不是。 之后王庚也许被伤透了,或许也是为了陆小曼,总之他的余生都没有再取。 王庚作为西点少将又身居高位,之后来提亲的人拒绝了一波又一波。 虽然两人曾经有过爱恋,但都因为性格方面的原因才分开。 王庚对待婚姻的态度很负责也很理性,他的余生并没有纠缠不放,而死选择了成人之美。 王庚的一生虽然不懂浪漫,但对陆小曼的感情绝对天地可见。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一天,王庚为了回去看望双居的陆小曼被军阀惩罚,关押了整整两年六个月。 作为受过西点军校培养的王庚,在儿女情长和国家大事面前,当然能够拎得清。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,徐志摩发生意外后,王庚实在不放心陆小曼,想要远远得望一眼。 默默得守护着曾经的爱妻,上世纪四十年代王庚病逝于开罗,享年四十七岁。 当时距离他和陆小曼分离已经十六年之久,岁月能够冲淡一切。 但王庚在弥留之际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陆小曼。 那么如此优秀,堪称国家栋梁的王庚,陆小曼为何至始至终都没有正眼瞧过呢? 小编从以下几个角度为大家分析,首先,性格原因。 陆小曼自由奔放,是接受过西方先进思想的女性,追求爱情和浪漫。 但王庚首先是一个军人其次才是丈夫,因此在感情和事业发生冲突的时候。 王庚难免会侧重事业一些。 事想若没有大才子徐志摩的出现,也许王庚和陆小曼之间的问题还可能解决。 毕竟陆小曼作为民国顶级才女,一般权贵和才子她都是不屑的。 然而徐志摩的出现却彻底俘获了陆小曼的芳心。 在爱情中我们都希望对方更爱自己一些,王庚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更爱的人。 在这段感情中王庚清静一切,即使在分开后也放心不下陆小曼。 可以说书的彻彻底底明明白白。 陆小曼嫁给徐志摩之后,大才子也曾经抱怨过陆小曼花钱如流水。 每天临时不离口,甚至睡到下午才起床。 但在王庚的心中,陆小曼却依然是心头的一颗朱砂质。 王庚出身名门又是西点军校的少将,这样的身份放在民国,即使配陆小曼也是绰绰有余。 也许错就错在王庚不懂浪漫,不会讨女孩子开心。 在这段三角恋中,王庚清楚地明白自己的处境,因此理性得选择反手成全。 若自己不能给陆小曼幸福,那么放手也成为了最好的选择。 有人经常会拿王庚和金月灵对比,然而他们之间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。 王庚是爱别离,金月灵是求不得,对比来看还是王庚更为深情和理智。 晚年的王庚终生未娶,在他过世的消息传到陆小曼耳中的时候,不知道他会不会伤心难过。 这个深爱了他一生的男子,最终为了自己孤独终老,或许陆小曼早已经是为理所当然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